身高让后面换完那个腿并向重心腿 同时垂直你的身体再向右侧落下去 所以我们是分成了三个步骤来完成这个动作 一个动作你需要分成三个步骤 首先第一重心撤出来垂直在你左腿上 第二要用腿以你的左腿重心为轴 划一圈到背后 划完了以后左腿身高转动 右脚并向左脚垂直 右边的身体跟头还有右脚一起落下去 又回到了刚才肩部造型我们准备结束的位置 所以这三个步骤男士们一定要分清楚 不是你在跳的时候你所看见你觉得 划一下回头就可以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分成了好几个步骤 那女士们呢 女士们记住第一步不要回头 第一步指上重心和切换后背的方向 女士们在本身肩部位置结束了 第一步呢 你的右脚走到男士两脚之间 你要稍微一点点走第二步 如果男士的腿还没画 你就已经上回了 那会提到男士的腿 所以女士们第一步 先上重心和走后背 她上了右腿 但是她走的是左边的后背向上 然后第二步上重心的时候回头 不要第一步回头 第二步回头 然后第三步继续向前绕着男士 她从前面绕到了我后面 最后女士们再把你的左脚重心 右脚重心转过来 一柱转过来变成后退落下去 不是前前前落下去 是前前后落下去